嗨 週末好 你在幹嘛 有沒有出去跟朋友喝一杯啊 我剛剛用我前室友留下來的 酒跟可樂剛剛自己調了一杯 然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喝酒後大物事的故事 這呢 就很之前 我剛分手的時候 我朋友就一直鼓吹我說 趕快下載加油軟體啦 我們一起刷起來 我就說好 然後我們就開始大刷加油軟體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互相討論男生 後面發現我還用音樂來搭配我的故事 沒錯 後來我們就到酒吧去大喝酒 然後喝到一個大爛酒 我朋友就說 誒 最近有沒有帥哥啊 有沒有皇上什麼帥哥啊 我說有啊 有啊 我朋友就說 手機拿來我看 然後我就把手機給他 我就說 你看這傢伙長得也太像普遍了吧 我朋友一看就說 哇 真的很像 長得也太帥了吧 就說對啊 可是他都不跟我講話 我也沒有辦法 接著我朋友就把我手機一巴搶過去 立刻大text他說 Hey yo what's up to? 還接連發好幾個 那個洞洞圖給人家 就是這種 或這種 等這種給別人 我就想 真的是你知道 笑到快爆炸的時候 幹白痴 我你在幹嘛啊 不要鬧啊 但他發都發了 而且我們也實在喝太醉了 又能怎麼樣呢 所以反正後來這件事 不了了之 到隔天 我酒醒了 立開打開手機看 然後發現那個人也沒有回我 所以我也就漸漸忘記了這件事情 在那之後呢 我就接到我經紀人的電話 他說媽媽啊 有泰國的客戶 還有出版社邀我們要一起寫個 泰國的旅遊書耶 你有興趣嗎 我說 當然有啊 約起來約起來 為此精心打扮並準備萬全資料的我呢 激激的抵達餐廳 一打開門 你猜誰坐在那裡 就是他 我的媽 我想自殺 高美式的激激走向廁所 立刻叫我朋友說 叉叉叉 你知道那個人是誰嗎 那個人就是我的泰國客戶 我的運氣也太貝了吧 我該怎麼辦啊 然後啊 就在有急著雞飛狗跳的時候呢 因為豬隊友平常不住在台灣 我跟他有八個小時的時差 他就在夫婦大睡了 一點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呢 只能自己穩定自己的情緒 告訴自己沒關係 沒關係 立刻安慰自己說 也許剛剛走進來太慌張 看錯人也不一定啊 所以又把交易軟體拿出來確認 不看還好一看發現跟他還有共同朋友 就是我的經紀人呢 哈哈哈哈 立刻封鎖他 我也忘記我怎麼吃完那一整頓飯了 就害怕到不行了 驚心膽跳啊 然後就是很害怕被認出來整個吃飯過程 晚如古代大家歸秀 一直狂遮自己的臉 哈哈哈哈 我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欸 哈哈哈哈 不知道是我自己心虛還是真有其事 反正只要吃飯的時候 客戶只要 皺眉 要看著我沉默的時候 我就會立刻又是用音量轉移助力 就是 欸Ivy你剛剛說什麼啊 或者是 欸不好意思我想要加點一個可樂 當然啦 這個故事並沒有什麼浪漫的結尾 人生又不是偶像劇 尤其是我 呵呵呵呵 反正呢 喝完酒絕對不要讓你的壞朋友碰到你的手機 立刻把它收到你的口袋 喜歡今天的故事呢 就留言給我 這樣才有每天好的故事看 掰掰 掰掰